今天是9月14号 A股已经收盘了 今天A股又是一个让人无语的一个行情 股子尾盘发红勉强锁住了一个红盘 但创业板今天又跌了 盘中创造了一个什么 一个三厘的的新低 刚才有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我们A股为什么老是跌跌不休 那么外围市场包括我们隔壁的印度啊 东京啊是吧 大家看一下都在涨涨涨 而且人家涨幅都比较大 为什么人家能够涨上天 我们A股10年了还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么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里我觉得大家要注意 我觉得A股当下最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它什么呢 就是我们A股上市公司与 外国上市公司的一个目的性不一样 为什么呢 大家看啊 像我们隔壁的东京啊 今年涨了20多个点 包括我们隔壁的印度对不对 你看印度指数今年涨了10个点 但是人家的印度的已经涨了多少 6万7千多点了 而且是一直涨一直涨 形成了一个什么大的流市 你看从这里到这里涨了多少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为什么我们会与国外差距那么大 我刚才说了 除了我们的交易制度与与国外不同之外 T加0一个T加1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上市公司的这个目的不一样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然后相关一些外国的一些上市的一些 什么规则或者说一些数据 就拿美国来说 美国上市公司人家上市的上市 他的目标是通过在股市里面融资 以后把公司做大做强对吧 然后他美国上市的话 他有严格的要求什么要求呢 就是你上市的时候 你去做造假 或者说财务造假的话 那么他罚的你很重 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吧 特别一众的 他会给你什么量刑量到20年以上 然后他罚款的额度会比较大 一般情况下都是达了几百万美金 你想想 如果你敢财务造假 你敢做什么 做违规违法的事 我给你什么给你去关20年 再给你罚个几百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相当于什么 三刀人民币多少几千万 我问你你还会去敢于做假吗 如果放在a股的话你敢去吗 可能你今年老板今年是50岁了 然后他去做假 然后给你做20年30年 你可能你这20年30年 还不一定熬得过去的 你敢去事无尽量做假吗 平定不敢对不对 还有人家美国公司上市后 就说你想减持可以 你得有分红 你得有分红 你得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你才可以减持 这个不得不说我们的高层近期学到了 大家知道吧 我们高层在近期 出台一个相关的一个减持政策 就是你要达到什么 减持 你必须要什么要先分红 分红达到多少比例 你才可以减持 我们的高层这一招是学来的 但是学过来以后 仍然什么仍然是没有 对a股形成一个强大的刺激 a股仍然还在跌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 其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们市场的一个原因 刚才是人家外围市场的 人家涨是因为这样子的 是通过什么融资 你还把股企业做到弱强 你要通过分红给股民回报 股民继续买 继续买股票对吧 我买了股票 我赚来钱 我有回报了 你看我继续买 越买股价越高 股价越涨 对不对 指数是起来的 我们的a股是什么 a股我们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 我告诉你它是这样子的 上市一来 以后通过审核 以后 可能我一上市 我的市盈率是50倍 80倍 甚至100倍 那么它是高价发行的 可能它上市的时候 它价格就是100块 甚至是100多块 对吧 然后上市后 它的价格就一路跌跌跌 从100跌到80 跌到70 甚至跌到50 跌到20 跌到10块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股东的成本是不是很低 我告诉你 大股东成本 绝对没有10块钱 是不是 那好 它定了这么高的价格 是什么原因 我告诉你 如果它定的价格是100块 你还过了解禁期 我的价格还有80块 我告诉你 我会毫无疑问的去套现 如果它市盈率是在100倍的话 我告诉你 它会什么 它会想法设法的 想法设法的去套现 为什么 因为它要按照当前的企业利润 它要什么 做100年才能达到当前的价格 也就是说我套现完以后 我七五一百年 我还不一定赚了这么多钱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看一下中国A股 很多的一些股票 是吧 开盘是高位 然后一路走低 一路走低 就是我们说的阴跌 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阴跌 它可能 你会当你发现的时候 它可能跌到20个点 接下来30个点 跌到50个点 跌到70个点 就是跌到80个点 是不是这些情况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这么看 上市的目的不存 它之所以把价格定的这么高 把市盈率定的那么高 说白了就是我就是为了高位 解禁后来套现的 套现后我走人了 那么这个股票到后面是谁的 不关我的事 反正是股民买当的 对不对 你亏钱 不关我的事 反正我把票套现完了 我可以轻轻松松去度假的 我可以轻轻松松去去移民的 但是亏钱的还是这些水深火热 中的股民 这么所以 另外一个 反应的我们刚才说的减值 如果我们的减值跟外围 跟外国差不多一样的 好你可以 你定价100块钱没问题 可以 但是等你过了什么 我们说的能够套现的时候 过了解禁期以后 如果说如果说你没有分红的话 我不能让你减值 哪怕你这个票 你给它定价定到200块 416定了200倍 只要你没有分红 你没达到要求 我限制你股票 不要你减值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公司老板肯定会是想方设法 把这个股价做起来 把这个利润做起来 以后我分红分红分红 把红分下来了 那么我达到减值的需求了 那我再减值 这样股民得到利益 大股东得到利利益 那股价至少人家不就涨了吗 对不对 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对吧 以后我们的A股股东是什么 他他是这样子的 行 这个股价你看 本来50块钱 跌到30块钱了 跌到20块钱了 一蹶不振了 眼看我股票就崩盘了 就不行了 好吧 我给某某某公司大编 我具备元宇宙 我有什么 我跟华为公司有某某合作 我有什么 我有芯片 我有什么 我有人工智能 等等 搭上了这些什么 所谓的什么 超级热点 然后反正我先这么说 有没有我不知道 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股价搭上了什么热点的顺风车 涨涨涨涨到天上去了 你看大股东在高位减持 后面一看 不对劲 股价一下子跌 一下子什么杀了厉害 你看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等你去什么 等高层去潮的时候 发现他做假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套现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高层怎么办 行吧 你违规 你违法 给你罚个50万 给你罚个60万 不就得了吗 所以 很多股东都会这样做 大尤其是一些大股东 对吧 他违法成本太低了 所以他来上市的目的就一个 那我上市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来套现的 我想发 我想方设法的来套现 这你说A股能好吗 外国是什么 外国上市的市场 想方设法的 我把股市要做好 把股 把股票要做起来 把公司要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的 我才能有钱 我才能分红 我才能什么 高位减持 我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这是大 这是国外大股东 与我们A股大股东的一个区别 所以你 发现了或者说你 已经明确了这些 你就知道A股 为什么在当前的行业下 还是震荡 还是水深火弱 10年的他还是3千年 就是原理 这是个原因 RPU在不停的上 大股东在不停的套 这个市场永远 永远是什么 是没有什么 没有增量资金 没有活水的 这个活水 就是我们说的韭菜 他还 顶不住A股 这些大股东 从这里面拿出的钱 他拿出钱 比这里 计的钱还要多 这个股市能涨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当你发现这些问题以后 你就知道当下的A股该怎么做 说白了就是一些 所谓的一些什么 有问题的公司一定要避开 一些所谓的 我们说的什么 蹭概念的公司一定要避开 你要找到一些真正有核心技术的 这些公司 或者说他业绩非常优良的 在不断努力 要做大做强的这些公司 那才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但是对一些普通股民来说 对一些散户朋友来说 想要找到这样的公司很难很难 所以接下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找到一些农头票的一个什么 一个前红农头票前红 当然如果你短线技术做的比好的 你可以跟踪当前的一个热点 那么热点大家都知道 当前热点是在科技 那么在科技里面找到一些核心票 一些 能一些人机票 你去做个跟踪也是可以的 但不管怎么样 A股当下这个行情 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地位 所以大家需要耐心 需要等待 等待春暖花开的一天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